本期介绍我简单丰富的生活提案 作者四股之人 是一位年轻的日本极简博主 中学时父母破产 没有考上大学 没有人生目标 在选择了极简生活方式之后 认清了真实的自己 也找到了可以谋生的事业 作者的经历体现了极简主义 可以为生活提供更简单自由的选择 书中指出 极简主义的本质是强调某一点 而删减其他 也就是突出重点 要决定将钱花在何处 这也等于弄清楚 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幸福 作者将人们应该删减的无用之物 从物品扩展到生活方式和交往等各个方面 书中分六个部分探讨了 极简主义带来的居住自由 物品自由 身体自由 时间自由 思考自由 和人际关系自由 首先居住自由 作者本人住在大约七平方米的房间 几乎没有任何电器或家具 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运受 但这却是作者心满意足的状态 书中强调运用简单丰富主义的思考方式 制定适合自己的简单生活方案 首先明确极简生活的成本 避免消费令自己陷入经济恐慌 计算出一个月所需的必要花费 固定支出的额度 在减少物品方面 作者提出了与其努力丢东西 不如先将力气花在改变环境上 能够改变人的并非意志力 而是环境 搬到比现在更小的房子 可以减少物品 同时 只用房间里原本就有的收纳空间 尽量不用功能单一的收纳箱 使用既可用于收纳 也可以用来履行携带的 二 物品自由 作者每天穿同样的衣服 将最喜欢的衣服当成自己的制服 能够体现个人风格 避免陷入选择疲劳 节省精力和时间 尽量购买经典商品 而不是限量版 列出最喜欢的100样事物 将喜好具体化 不要用过多的时间纠结是否购买或者放弃 决定越快越好 在买入和丢弃的过程中 逐渐认清真实的自己 真正重要的东西 人们根本就不会有丢弃的念头 对于物品自由 作者还写道 让自己从消费者变为生产者 消费行为是被动赋予的 而生产是成为给予者 写作 拍照 编辑影片 在社交网络分享 或做菜招待朋友家人 这些都是生产 放弃不断消费 不被物质束缚 选择自己掌握人生 自己创造和生产快乐 三 身体自由 将金钱和时间用在预防疾病和健康失调 将钱花在现在 比如健身锻炼 健康知识 营养食物 而不是为未来购买保险 健康才是最大的资产 避开上瘾的食物 保持身体健康 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时间 四 时间自由 将时间花在自己主动生产创造的幸福上 被动接受的娱乐 比如刷剧一小时 开心的时间只有八分钟 而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爱好的时候 开心时光占34% 运动的时候占44% 舍弃被动消费的快感 体会自己创造的幸福 另外 物品的消费等于时间的消费 购物时不只花费了物品等值的金钱 同时付出的还有用来赚钱的时间 为了支付账单和信用卡 就要付出自由一直工作 因花钱而损耗的时间 是无法用钱买回来的 将物品换算成时间 不要被免费所迷惑 购买有助于节省时间的工具 比如功能齐全的洗衣机 扫地机器人 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自己喜欢的事 五 思考自由 为了真正要紧的1% 去除其余的99% 将尽量精简 紧静于心 做到精选和专注 极简空间有助于打造专心致志的环境 专注于某一点 才能做出成果 消除关于金钱 时间 空间 管理等杂念 没有多余杂念的状态 是极简生活的最高境界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太多选项 至多三选一 选择多会萌生无力感 使买异度降低 以及过度期待 比如在购入衣服杂货时 事先限定在三种颜色中进行选择 或是假日活动 也在阅读 整理 健身三项中选择 六 人际关系自由 物质有限 经验无限 无形的经验比有形的物质更重要 购物只能在入手的瞬间获得满足 而从旅行 阅读中得到的经验 却可以永久保存 不要通过物品来满足与人比较的虚荣心 寻求别人的认同感 做一个以真实自己为荣的人 明确选择朋友的标准 筛选自己的交友圈 作者重视的是 说话有趣 体贴 值得尊敬 相处愉快等等品质 相处过程中 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更令人信赖 不做恩惠的奴隶 朋友的赠送 也应该进入舍弃或再利用的循环 不亏赠会消耗对方能量的物品 以容易处理作为标准 不要给收离者造成困扰 最后用书中的一句话结尾 如果你不太喜欢现在的自己 无法由衷地感到满足 首先请抛弃虚荣心 尝试过着将物质和支出 缩减到最低的生活 一开始改变可能不大 然而最终 你将会发现一个改头画面的自己